美丽的黄金灯海 温暖的碳酸温泉泡脚池 可爱的卡比人区疗愈水屯 2023四重西温泉季 吸引大批人潮及游客到访 感受着专属南台湾的碳酸温泉魅力 而距离活动结束的228年假 仅剩将近两周的时间 四重西观光协会总干事 就呼吁全台各地游客 把握时间来走访 以免错过要再等一年 四重西温泉季 到今年的2月28结束 然后剩下不到 大概两个礼拜的时间 两个礼拜多时间 欢迎大家都来这边走一走逛一逛 除了去公园有灯海 然后泡脚池 然后餐厅都有折扣 住宿也有折扣 甚至还有可以穿 寓衣和服去那边逛拍照 这个算是现在比较夯的东西 强到这里除了有未出国氛围 现在当地美食住宿泡汤街有优惠 可以向各家业者索取折业 向优惠同时也能吃喝玩乐 通通满足 除了泡汤 晚上去那边走去那边逛 可以体验那种伪出国的感觉 这段期间是蛮多人过来的 这段期间大家要把握最后的时间 来这边逛逛登海拍拍照 来这边吃当地的美食 这边很欢迎大家来这边走一走 甚至把握这最后的机会 因为各家业只有提出一些优惠 然后你可以有一些折业 你可以照着折业上去找 比如说住宿的优惠 泡汤的优惠 还是餐厅美食的优惠 2023四重系观光温泉季即将在 2月28号假期划下句点 四重系观光协会欢迎乡亲 趁着最后两周 踊跃到车城乡来玩 到四重系泡汤 享受暖心的温泉 暖味的料理 感受幸福氛围 接着不停争执和采访报道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